我是舒适隆老师,目前任职于巨匠电脑数位学习网,线上教学制作的特约讲师。 我的电脑教学经历已经有25年了。 欢迎大家来到APP Inventor,建立可以上架的APP程式。 这个课程主要分为三个章节,在第一个章节主要是介绍多媒体的功能, 像是照相的功能、录音的功能和录影的功能。 只要简单的语法,就可以完成多媒体的功能。 而在第二章主要介绍的是QR Code的运用, 可以利用扫描QR Code的功能来呈现电子书的内容。 而在第三章,要针对于开放式资料的运用。 政府提供了许多开放式的资料,如何将这些资料转换成有意义的APP程式。 而这堂课的教学重点在于学会启用照相机、录音机、录影机。 影片播放的功能,也学会建立打砖块的游戏, 还有建立电子书,以及学会运用政府开放式资料。 上完这堂课,你将学会熟悉多媒体元件的运用, 以及学会多媒体元件的程式, 学会启用照相机的功能,也会建立打砖块的游戏, 以及建立电子书,以及学会运用政府开放式资料。 而上课前,你应该具备最容易学的程式设计APP Inventor这个课程。 马上进入APP Inventor,建立可以上架的APP程式课程。